女人打工回来计划新建墓房 而材料她选取了父母住过的房子 由于邻里关系非常融洽 邻居们都过来帮她盖顶建房 虽然她并不熟悉工艺 但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技术 她用两个月的时间住上了舒适的房子 这是一个单身打工仔的建房历程 赶上村里修路 打工返乡的正媒利用这次机会来扩宽地基 而旁边显眼的小房子是她暂时落脚的地方 在外打工多年 她攒下了一笔存款 并且目前自己单身一人 唯有房子才是稳固的根基 她现在只想找个地方安静地生活下来 地基的前方是一个可以养鱼的池塘 以后再建个凉亭来关井 想想就十分安逸 平整好地基 正媒立马叫车拉来了建房的材料 这些材料来源于父母曾经住过的房子 但那里的地理位置过于偏僻 上级是也不方便 所以正媒打算利用这些材料 新建一个舒适的房子 建好了还能叫父母过来一起住 将所有材料下完以后 她开始将每个柱子打磨抛光 不过这段时间的天气总是让人捉摸不透 雨季直接影响了整个建造计划 等到天气转好 正媒继续在柱子上做起了标记 之前损坏的柱子 看来只能换上其他的木头来重新开孔 而这些成品窗构建 也需要打磨一遍才能继续使用 后面再给它上一道漆 预测效果一定会非常棒的 打磨好所有木材 正媒打算直接在木材上喷漆 尽管也可以在安装房价之后再刷漆 但它并不想那样做 更何况这样喷起来不仅方便快捷 还能解决一些后期刷不到的角落 一段时间过后 目前看来油漆已经干燥 于是正媒按照标记将每个结构固定起来 安装好了房价 后面只需要拉起来就能形成稳固的木房结构 接着 他先在一侧固定了两根木头来作为支撑 做完这些 他才叫邻居们上来帮忙安装房价 尽管常年在外打工 但村里有事正媒还是时常回来帮忙呢 以至于到了自己的事 邻居们也非常的易上来一起建造木房 安装好房价以后 在大家休息之际 正媒打算先把住处摆放到每根柱子的旁边 等到大伙休息好 就可以两人一组将住处放置到柱角之下 随后大家一鼓作气将木头一一运送到顶部 木头根据柱子间距提前开口 现在只需要将其敲打就能固定 至于眼口处的木头 正媒用竹灭直接解决了这个难题 为了尽快让自己住上大房子 正媒将准备好的竹板一一摆放起来 这样既方便大家建造屋顶 又方便自己加入建造队列 在邻居们的帮助下 他们将每块竹板牢牢固定在框架上 整齐排列的竹板让人越干越有劲 盖顶以后 建造地板就不用担心雨季的影响 正媒这边则带人一起收集了些棕榈叶回来 在盖顶之前 这些棕榈叶还要简单处理一下 整理好后 正媒继续上顶绑扎横向的主板 如果没有邻居们的帮忙 这种体谅一个人建造真的要谢谢 绑扎好以后 大家开始准备覆盖棕榈叶 一排十个人 就这样一鼓作气从底部往上铺着棕榈叶 这种材料运输不仅方便还免费 在大山里就能直接获取 用瓦片的话 不仅要付材料费 运输成本也比较高 这也是正媒选择用棕榈叶的原因之一 盖完后侧的屋面 他们并没有休息 而是继续建造着前侧的屋面 因为这段时间的雨季让人捉摸不透 当你融入其中 你能深切地感受到一种精神正在传承 每个人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大家一直忙到太阳下山 但目前看来盖顶是能完成的 时间来到第二天 正媒细心地检查着每一个角落 确保盖顶没任何问题以后 他才开始放线来准备排水沟的开挖工作 不过周围的泥土挖起来十分费力 以至于正媒只能暂时使用钢签进行挖掘 对于挖出来的这些泥土 他打算先倒在离房子较近的一侧 后面要是想回田的话 也许还能用得上 挖好排水沟 接下来还得用砖来砌柱出外形 正媒靠着平时积累的经验 他开始沿着外围来砌某 不过木房的前侧高差比较大 拉线以后 看着30厘米的尺寸 看来他打算用来建造台阶 这样他就能精确地弃住台阶的范围 而且 划分空间以后还能种上一些喜欢的植物 解决了排水沟和台阶的问题 紧接着就是地板的铺设 有精确的仪器作为参照 就能快速算出所需材料的用量 很快 第一车沙子和水泥便运到了家门口 在别人有大宝贝帮忙的时候 单身的正媒只能左右手互帮互主 不懒的人 在哪里生活都不会差 随后 他继续将地面平整一遍 这还不算完 他又用简单工具细细的夯实一遍 铺瓷砖需要十分平整的地板 做完这些以后 正媒才去集市上买下瓷砖 而选择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是多么重要 材料直接运送到家门口 简直爽歪歪 准备好材料 他迫不及待地开始了瓷砖的铺设 已经切割好的成品 直接拿过来进行拼接 简直不要太完美 不过住处的地方还要进行切割 才能进行铺设 看来正媒离拎到入住不远了 以前很爱热闹的人竟然喜欢独处 这个女人现在只想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 每天一早她就继续加工着木材 而安装完的那一刻 自己亲手建造的木房成就感满满 铺设完地板瓷砖 正没打算先搅拌一些水泥沙浆 外侧的场地需要找平一边 经过这几天的建造 她感觉操作也越来越熟练 在模子多次来回的找平下 一块平整的地板算是完成了一半 而另一半她也使用了同样的方式来找平 等她干透以后 打扫起来简直不要太方便 做完这些 正媒继续在地基的侧面抹上沙浆 甚至花池的正面和顶部 她都一抹了一遍 尽管现在看起来非常杂乱 但建造完成后绝对会非常的温馨 以后两边种上植物 想想效果就十分完美 做完这些 正媒开始打磨收集回来的每个木材 虽然打工攒了些钱 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买下这些比较便宜的木材 做好标记以后 她继续在每根柱子上开口 这些材料是用来建造厨房的 所以她对木材的要求并不高 不过在安装之前 还得先在主房柱子上开口 对于用来建造的一些木方 她也重新打磨了一遍 这样后面上期会很方便 毕竟全部搭建好 在上期会麻烦一些 安装好房价 她叫来了邻居一起帮忙建造厨房 来都来了 大家也一起帮忙盖底 郑梅突然发现自己的柱子已经倾斜 玩独自了兄弟们 那是不是还能拯救一下呢 于是她继续尝试将整个框架拉正 虽然中途有些小插曲 好在并没有影响窗框的安装 有人说晚上住这里怕不怕呢 其实害怕的郑梅还是装了监控的 安装好窗框 接下来就是墙体木板的加工 直接买现成的木板她负担不起 于是自己加工就成了家常便饭 一个人的生活 郑梅还是努力地学习新技能 对于自己亲手打造出来的木房 可以说非常的有成就感 每一块木板都要经历加工 定尺寸大小 然后再加工的过程 最终 它们被安装到合适的墙体部位 以不同的方式 发挥着它们各自的意义 挖坑 红砖气墙 安装管道 绑扎钢筋来制作盖板 郑梅就想要个不会炸的花粪池而已 这天 郑梅在房子的左侧挖了个深坑 他计划在此建造一个花粪池 拉线定好范围 他开始将红砖一运过去 按道理要用实心砖的 但郑梅没有这么多的预算 搅拌好水泥沙浆 他开始砌住第一层砖 由于没有砌住经验 这对他来说挑战实在太大 好在个人的耐力足够强悍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将近0.8米左右的墙体已经摆在眼前 毕竟一个人住 也担心自己哪天下去滚粪球 接下来 内侧他统一抹了一道水泥沙浆 然后再粗略地平整一遍 要是旁边有师傅指导 估计要好那么一点 但不多 抹完四面墙的沙浆 他开始砌住砖墙来划分池子 由于在网上搜了张工程图看 郑梅跟着图纸直接做了三个池子 砌住到合适的高度 他开始确定过分管的位置 这根管子很过分 所以要确保一池管口低于二池管口 来防止回流 而从这个方位 可以清晰地看到三池和二池的管口关系 测量好池子的长宽 郑梅打算用钢筋来建造盖板 处理好钢筋 先在地上摆放城方阁网 然后再用铁丝来绑扎牢固 在胶住之前 他也没忘记做一个后期方便抬起来的构建 有了具体的范围 他继续在地基上进行砌住 不过这次的砌住高度和往常不一样 总的来看 也就砌住了六层砖 这块场地他打算用来建造浴室 为了便于铺上瓷砖 四周他都一一拍打了一遍 做完这些 墙体的内侧需要抹一道水泥沙浆 因为郑梅想在内侧也贴上瓷砖 难怪墙体纸气这么高 原来是为了和瓷砖尺寸达成一致 抹完墙面 地面它也平整了一遍 这样的话 铺上瓷砖以后会有很好的体验 他打算用于埋下排污管 这条沟一直挖到浴室才算完成 不过烂泥路车不愿意上来 于是郑梅只好自己下山扛管子 回来以后 把它们一一摆放好 这下总算是慢慢看到了希望 买好管道以后 接下来就得将盖板给抬过来安装 所以这道工序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不过盖板单靠一人之力实在太难 好在有两位大哥仔 四块盖板也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完成了盖底 至于缝隙嘛 那就抹上一些水泥沙浆吧 最后再将排污管给他安装进去 然后盖上泥土 这个大工程到这里总算接近尾声 在大山里建造浴室 撒孔安装木板 材料运输 墙体木板安装 池塘养鱼 安装水箱及马桶 女人总算有了自己的浴室 这天 郑梅又买了些红砖回来 自从建了浴室 前面的小场地还得弃住一道砖墙 这样才能更好地和木房台阶线接到一块 砌住好一级台阶 里面则产一些泥土来回田 接着继续将二级台阶给砌住起来 至于整体的造型 中间台阶 两侧作为花池来搞种植 不过目前浴室还没盖底 木材的表面还需要刷一道气来装饰 等到气已干透 他打算直接将气安装在砖墙上 然后再用一根木方来搭建横梁 木方的一侧用钉子固定在厨房上 这样形成的框架 他继续摆放一些竹板 用竹面固定以后 可以看出是个曲面屋顶 随后再将棕榆液给他覆盖上去 浴室的顶部也就简单地搭建出来 做完这些 接下来开始搭建墙体部分 在搭建墙体之前 他先大体固定了两根木方来作为门框 至于墙体木板的安装 当然得先按一定的间距打孔 然后将膨胀管给安装进去 最后将螺丝一打入管中来固定木板 加工好以后 再将木板给一一安装上去 当正没安装到第二块的时候 木材加工厂老板叫车拉来了木板 这些木板都需要二次加工才能进行建造 自己加工能节约不少的费用 建造完墙体 接下来需要一扇简单结构的门 不过正没买的鱼又到火了 他用竹竿围合了一个范围来进行喂养 放养好以后 用同样的方式来给大门上漆 当然了 门框也不能落下 刷漆以后效果就很明显了 建造完大门 浴室目前还差马桶和除水器 好在交通还算便利 运一些材料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运回来以后 正没先进行不锈钢水箱的管子安装 他打算将水箱放置在浴室的后方 接着叫上送货小哥一起进行马桶的安装 管子这边安装起来还算方便 不过到墙体一侧只能先进行打孔 直接打孔以后 安装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到这一刻 正没的木房总算有了厨房和浴室 这边安装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这边安装起来